我覺得這個蠻農場文章啦 不過反正能學英文我們就講一講嘛 我們今天看八個 要是你是個內向的人 有八個可能在別人眼中 看起來有點奇怪的行為 我自己評估了一下 我覺得我也有裡面某一些 因為我覺得人都是 內向跟外向的綜合體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那我覺得我 真的五時五時 我覺得我其實還蠻外向 我很OK交朋友 可是在我的人生中 我也非常非常需要獨處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Paul 終於那時候我英文一起讀 所以八件introverts do that seem weird to others but really are not 所以八件introverts 所以introverts就是內向的人 所以會做的事情 在別人眼中看起來是奇怪的 so that seem weird to others 但還加個夸號 但其實真的沒有很奇怪 really are not OK 所以剛剛看到這個字 introvert 它就是一個可數名詞 可以變負數 就是內向者 那要是你是外向的人 你就是一個 extrovert 那負數也是可以的 如果要變形容詞 就我是個內向的人 so I am a person I am an introverted person 你要把他變被動的一個形容詞 OK 所以形容詞就是introverted 那一樣外向就是extroverted 那一樣外向就是extroverted 好 所以八個 第一個就來往下看下去 是什麼呢 第一個 choosing solitude over social gatherings 所以你選擇啊 選擇A而不選B you choose something over something else 那這個前面的something就是solitude 所以solitude就是 就是自己一個人獨自存在這樣子solitude 獨處而不選擇社交的聚會 social gatherings yeah solitude solitude是名詞 形容詞solitary也很常看得到 有時候我們講說你是喜歡單獨的活 就單人的活動 例如說你喜歡自己去騎腳踏車 你喜歡自己一個人慢跑 so those would be solitary activities solitary activities 多講一個字好了 我們除了講說現代人可能喜歡獨處 我们也常講說現代人的生活模式都是不太動 有時候坐在電腦面前或者滑個手機追個距離 就躺在床上超過5個小時之類的 那我們稱那個狀態就是sedentary sedentary activities 或者lifestyle lifestyle比較常看的 so modern people lead a sedentary lifestyle 這個詞會在托弗雅士中看得到 所以這個你應該要會 或者你講activity也是可以的 ok i like sedentary activities like watching you know tv series on netflix之類的 ok 好所以第一個就是選擇獨處 而不喜歡social gatherings 來第二個 enjoying deep conversations over small talk 所以也是一樣就是something over something else 你選A而不選B 所以你享受的是很深刻的對話 deep conversation 我覺得我也可能算這一種 而你不喜歡一些所謂的small talk 因為small talk就是比較比較淺一點的 可是你有時候在社交場合裡你就一定只能進行small talk 因為你總不可能在社交場合說你覺得宇宙的起源是什麼 對不對 你覺得宗教對人類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你不太可能在這種social function裡面去聊這麼深刻的題目對吧 所以small talk對有些人來說還是很困難的事情 那我曾經有個朋友或者一個老師 他們他教過我一個就是怎麼去有一個小小的一個準則之類的 一個guideline可以去follow 你就記得form這個字 form這個字事實上是合在一起的 你把他各拆開來F就是family O就是occupation R就是recreation 最後的M就是打錯字 M就是money 所以你在一個這個社交聚會中 認識一個新朋友 先聊家庭 你家住哪裡啊 我住在文山區你住在什麼區 是齁跟爸媽住嗎 跟爸媽住 家裡面 當然你可能覺得幹你問這些也太無聊了吧 可是你如果今天真的都不知道該問什麼的話 這是一個好的起點嘛對不對 你當然可以先問 有沒有兄弟姐妹有哥哥 哥哥疼不疼你啊什麼的 還是很真的還是很無聊 其實我會覺得這是比較老牌 新一點的我覺得 要是你真的想跟人家聊天的話 先從他身上的一些穿著打扮去下手 因為身上人身上穿戴的東西 多半是一定有花一些心思在裡面的 OK 即便你看到賈伯斯附身好了 然後他穿的你知道就是什麼 黑色的上衣然後很素身邊沒有任何東西 然後牛仔褲加個什麼皮帶 你也還是可以問他說 我認為你這麼極簡的穿著方式 一定能表達你的 個性跟性格喔 你跟他之間衣著的畫夾子就打開了 他說不定就是沒錯 我就是喜歡極簡風 極簡風叫做minimalism這樣子 那你的極簡風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這個畫夾子不就可以繼續下去了嗎 所以我覺得你先聊這個人身上的一些accessories accessories大概翻譯成配件吧 他帶了一枚什麼戒指 我你你相信我 我覺得我覺得他那個戒指一定程度上是有特殊的意義的 就你這戒指看起來好特別 哪裡買的 先問哪裡買的 為什麼會挑這個戒指 他什麼什麼部分吸引你或之類的 他說不定就有故事可以跟你說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不錯的 但總之這是老派的family 然後聊occupation你做什麼的 然後你喜歡什麼樣的娛樂recreation 最後聊錢 怎麼賺錢 所以大部分人可能都有一些賺錢的 一些slash斜槓的方式 好我們才講到第二個 呵呵來下一個 下一個說的是 finding creativity in silence 就是內向的人 他們在比較就是安靜的時候 他們能找到 創意 他們能發揮創意 呃我覺得我也是 當我想要做一點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是不能有聲音的 我不喜歡放著音樂一直在吵著 我覺得這個 這真的不一定 有的人會覺得有音樂 能夠激發創意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I need to be in silence in order to be creative but that's me 但我們也相信 你要是喜歡聽音樂 才能創作 你也還是很有可能是內向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就看看算了 你比較喜歡書寫下來的一些溝通 而不是嘴巴講的 所以在溝通方面你喜歡 written down的東西 而不是verbal的東西 這一點我覺得也見仁見智啦 但他說內向的人都喜歡這個 那隨便你吧 第五點 finding comfort in familiar routines 所以他在你很熟悉的一些routine中 excuse me 也能夠找到你的舒適區 好 那所謂的familiarroutine 可以包括什麼 例如說刷牙 好刷牙洗臉的順序或之類的 或睡覺前你會 把你的床 床單四角各拉一下之類的 That's a routine too Right? Don't you think? 或你可能 哦對不起 你可能睡覺前一定要梳梳頭或什麼的 That's your familiar routine 好所以你會在裡面找到舒適 所以這是內向的人會做的 難道外向的人不會嗎 I don't know 下一個其實跟那個social gathering有關係 struggling with networking and casual acquaintances 所以你會在這種 我們剛講social gathering當然很常見 但是networking也是很常看到的一個詞 所以你今天來這裡幹嘛 我今天來這裡建構我的社交網路 OK 所以我們今天要辦一個pod 這個pod的目的是什麼 networking OK 所以 那 內向的人就會覺得 networking方面 它是會有掙扎的 struggling的 那除了networking之外 還有就是casual acquaintances 所謂的 acquaintance其實也就是 點頭之交 好 所以 你對於這種點頭之交 是你覺得很有困難 什麼叫有困難 就例如說 就維持住這樣的關係 所以跟你換個line 換完line之後 我根本不知道跟你聊什麼 所以有的人可能會這樣 那這個人如果主動跟你 我們是我昨天在party上見到你 你好嗎 今天幹嘛怎樣 然後你可能就oh shit 我要怎麼回應他 所以要是你對這樣子 維持這樣的關係 會struggle的話 或許你就是內向的人 OK 那我倒是還好 我會覺得如果今天認識了一個 acquaintance 點頭之交 那之後他如果想跟我聊些什麼的話 我大概就配合他聊吧 大概沒什麼關係 如果從acquaintance 慢慢變得更熟悉了 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我會覺得 還是可以透過基礎的認識 so we go from som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depending on the kind of person you are depending on whether we have chemistry you know between us 好的第六點 第七點 so it's thriving in solo activities and hobbies 所以thrive這個詞就是 我們有時候把它理解為蓬勃發展 OK 跟prosper我覺得不太一樣 因為prosper大概 像prosperity就是 也有蓬勃發展或之類的意思 可是prosper另外一個 常帶有的意思是有錢 好富裕起來 叫prosper 那thrive 真的是就是成長 或者之類的那種概念 這樣子OK thrive 例如說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假設你今天真的無聊去種一些 我應不應該講這個例子 算了我們換另外一個 稻米大概可以了 好你在種稻米 那種稻米需要夏天有很充足的日照 陽光這樣子 so 稻米只有在亞熱帶種得出來 因為在韓代國家可能土壤太冷了 或幹嘛的就種不出稻米來 so rise thrive in 熱帶怎麼說突然間想不起來 tropical想起來了OK so rise thrive in tropical climate之類的 這樣就是一個句子 so you thrive in 什麼狀況下 you are on ok so you thrive on something 這其實是可以改的 所以thrive就是蓬勃的生長這樣子 所以他說introvert就會thrive 在就是我們剛說過solo activity solitary activities 他這裡換solo也OK啦 solo就是獨自一個人的 所以或許你很會拼圖 oh that's definitely a solo activity 但你可能可以很多人拼 可是我會覺得拼圖 應該還是蠻solo的一件事 或者做模型好了 鋼彈啊或之類的 so if you're good at that you thrive on that ok you thrive in that kind of hobbies 這樣子 那最後一點我覺得這其實很多人 我也很需要 so needing time to recharge after social events 有沒有人真的不需要時間來recharge 可能真的有 因為我我也真的有朋友是每天都可以party 他都不需要說party玩沈浸個兩天 我很需要 如果今天晚上跟大家去喝個酒或幹嘛的 我會覺得隔一天什麼事都不要做 我需要自己一個人獨處 然後我才可以再過幾天 再跟大家出去玩 所以有的人可以每天都跟人家出去玩 然後都不用沉澱下來 我會覺得good for you because I am not that kind of person 所以這裡的needing time to recharge 就像電池充電也是用這個字recharge 在一個社交的活動後 after social events 所以Social event OK 我剛剛有講到一個字叫function 他也是社會社交上的聚會 就是function的意思 So social function也是很OK的 尤其像你說公司來個年度的尾牙之類的 那我們就會叫那個東西company function 你叫company gathering聽起來都有點乖乖的 可是我們講company function是非常OK的一個詞 OK 好所以以上介紹了八個內向的人會做的事情 那他們看起來可能很weird 可是其實也或許不見得 甚至不見得一定套用在內向的人身上 套用在外向的身上說不定也可以 好就這樣吧 我是Paul我們下次見